长沿道乌漏偏逢连夜雨啊 船池又欲打头风 喝口凉水都塞牙 放屁也砸脚后跟 这苹果呢最近呢走背字 是吧 这苹果15上市以来是各种 这个短短半个月时间吧 严重发热 扬声器故障 向激进会给问题啊 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对吧 近期呢又有用户分享了 iPhone15系列机型烧屏的情况 从他们曝光的图片中可以发现在 暗光环境下图像的残影 在手机的屏幕清晰可见 通常来说如此严重的烧屏 只会出现在使用了几年的 OLED的设备中 对吧 但是呢 iPhone15系列发售到现在 还不到一个月呀 我们也瞧瞧吧 根据手机中国的报道 或者是这次烧屏和手机过热有关吗 近日 数码博主抗发文反馈称 苹果iPhone15 Pro和Pro Max 在国内和国外都有用户反映出现烧屏问题 即使刚开机也可能出现烧屏的情况 目前上不能确定是系统算法导致图像残影 还是真的屏幕烧屏 该数码博主表示 如果确实是屏幕烧屏 可能与上个版本的发热问题有关 如果这种情况在下个版本仍然存在 那可能就是中奖了 很多首批用户已经超过了退货时间 需要进行售后服务 与此同时 还有一些iPad用户也反馈称 自己的屏幕出现了类似烧屏的现象 苹果的iPhone15系列 即行于今年9月13日凌晨正式发布 9月下旬正式开售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的苹果iPhone15 似乎出现了不少问题 不久之前 很多用户和博主都反馈iPhone15出现了过热 发烫情况非常明显 目前 苹果承认了手机确实存在过热问题 表示将通过更新来解决 与此同时 还有一些苹果用户反馈 他们在iOS时期上遇到了WiFi问题 这一问题在iPhone15系列机型上尤其严重 他们手机中的应用程序无法加载内容 或者连接感觉非常缓慢 目前 这个问题在海外的苹果社区上 引起了一定的关注 烧屏 这还了得呀 这玩意儿 也有媒体呢 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是吧 iOS独特的保护机制 说导致了图像的残影 与物理损伤老化无关 这还给苹果洗呢 对不对 究竟是本身屏幕质量有问题呢 还是iOS的算法要背大锅呢 这个苹果官方没有给出回应 如果真的是存在着屏幕缺陷的话 那么首批用户可能会错过 官方14天无理由退换售后服务 往后维修退换 似乎又是一个大坑 由于OLED显示屏的自发光的特性 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 屏幕上不可避免的会出现 紫像素老化留下的图像残影 俗称烧屏 与LCD材料 这个屏幕老化 所呈现的边缘泛黄 暗角不同 OLED显示屏的红绿蓝 三种紫像素之间的寿命呢 各有高低啊 且排列的方式 紫像素的占比也有所区别 稍平的情况呢 也有很大的差异 通常最常见的就是iPhone15系列 被爆出的这种图像的残影 你看见没有 这是用户说的 自iPhoneX开始啊 就iPhoneX开始 苹果就在旗下的手机产品线上 采用了OLED的屏幕啊 这个至iPhone12系列开始呢 彻底淘汰了LCD的显示屏 尽管呢 OLED应用呢 使得iPhone获得更高的亮度 但更轻薄的机身 以及更多的这种玩法啊 但是屏幕的使用寿命的争议 也一直是不断的 近期结合有关iPhone15系列 翻车的试迹来看呢 说不定啊 这个A17的iPhone15 Pro 要嫌背锅 有效一成呢 烧屏问题多发于iPhone15 Pro啊 这个你看这烧屏呢 还有Pro Max两款机型中 恰巧呢 这两款机型此前呢 也陷入了设备温度过高的舆论中 目前呢 苹果推送了 RS17 0.3系统的版本啊 是为了解决部分机型 温度过高的问题 实际上 在外部光亮处于高亮度的情况下 iPhone15 Pro会激发更高的亮度 来显示内容清晰可见 而机身的温度过高呢 确实有几率 让屏幕的离子残留出现图像残影 一般情况下 图像残影呢 说是不是永久的 不会停留太久 但是按照爆料用户的说法呢 即使是刚开机 也会出现图像残影 显然已经出现了不可逆的烧屏的损伤 与机身过热 导致的短暂的图像残影并不匹配 这个烧屏问题 或许是屏幕硬件的缺陷 或者是iOS的算法bug 如果是算法呢 后者呢 就能够解决一个系统版本的修复就行了 但要是真是屏幕缺陷 那你就得找苹果官方讨一个说法了吧 防烧屏呢 这个苹果呢 其实也没好办法吧 为了解决OLED的显示机材使用寿命的问题呢 苹果也有一套独特的算法 根据官方介绍呢 是LS内置的算法呢 能够这个计算 它能够计算 就是说这个屏幕每一个像素的这种位置 然后呢 进而提供稳定的显示屏的校准数据 缓解屏幕的老化 这听起来十分高大上 但是现实情况没那么美好啊 虽然苹果会单独的监测单个子像素的寿命情况 但是监测并不会让子像素的寿命延长啊 假如LS发现某个子像素出现快速老化的现象 那么选择是让周边的子像素与之相匹配呢 甚至是整块显示屏都必须与这颗出现像素的数据相匹配呢 随着时间的推移 F1的显示屏最先出现的问题就是显示亮度下降 这就是LS独特算法导致的结果 安卓阵营采用的机制呢 往往是非固定的显示 就是不经意间移动像素点 确保各个相素点寿命相当 这样的算法加持下呢 一些固定显示的图标状态通知 甚至是吸屏显示呢 都不会对显示屏幕这个寿命呢 造成很大的影响 但是这个苹果这个算法 它就有问题啊 怎么回事呢 你看去年发布的iPhone14 Pro啊 iPhone14 Pro Max最大的特点 就是灵动脑和全天候的显示 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交互模式 是吧 这两个功能 一个是常年显示在屏幕的某个位置上 另一个则是长时间的点亮屏幕 对吧 这个这都是属于烧屏的大计 针对这种全天候显示呢 苹果官方显示这项功能呢 会最低的1赫兹的刷新率出现 并不完全会这个开启关闭像素点 对使用寿命的影响微乎其微 可是iPhone14 Pro系列机型 爆出了烧屏问题 确实叫前代机型更多呀 无论什么类型的显示屏都无法避免老化 只是LS的算法机制 似乎并没有把显示寿命放在第一位 如今iPhone15系列再次爆出这个烧屏问题 恐怕是硬件质量算法和温控方面 综合因素显示的这种结果吧 那这些果粉可就忙起来了 你为了预防这种烧屏 对吧 你这玩意儿你还得频繁的更换你的壁纸 而且呢 要这个打开自动亮度 不能让它长时间的出于高亮度状态 对吧 你这玩意儿让这些果粉们动起来 是买了一手机呀 还是买了一组动啊 对吧 可是这个iPhone系列烧屏问题 如果是推脱 苹果官方推脱的话 那果粉们那完蛋了 对吧 那果粉们今年光这个换屏幕的费用 Pro Max已经达到了3198元 Pro已经达到了2698元 好家伙 这买一中国的国产的顶级的安卓顶配手机了 好家伙 这请了个祖宗 那好吧 咱们再来看看另外一个消息吧 另外一个消息是好消息了 人家这个华为又遥遥领先了 各位啊 华为回到了中国手机销量排行榜的第一 利亚苹果 根据手机中国的消息 10月7号的时候说 9月份统计数据出来了 中国市场的手机销量中 华为重回了第一 是吧 但是这个现在呢 因为苹果的销量还没有出来 那么最后能不能战胜苹果 现在还是个未失数 苹果销量没出来 但是华为呢 显然已经重回了中国国产手艺第一 因为华为以前的时候 常年占据着国内销量第一的这个现实 9月份啊 根据供应链独家获得的权威市场调研数据 华为在9月份的中国市场销售中 已经达到了17%的占有率 成功超越了荣耀和其他的国内品牌 如果加上华为自己家的儿子荣耀的话 那肯定妥妥的超过苹果 对吧 它仅次于苹果的叫17.2 在全球市场上呢 华为同样表现强劲 IDC的数据显示 华为在一季度的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中 排名第五市场率占2.5% 仅次于苹果三星小米 华为在面临重大压力下 能够取得如此的成绩 实属不易啊 由于美国政府的制裁 华为失去了7年芯片的生产能力 同时还面临着其他供应链上的挑战 然而华为呢 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而是加大了在自久研发和产业链 合作方面的投入 对于华为来说呢 想要重回国内市场第一呢 还要继续努力啊 目前呢 国内市场竞争日益激烈 小米 Oppo Vivo 等产品呢 也在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产品和服务水平 但是呢 不可否认的是 华为已经走出了制裁的阴影 并展现出了强大的自主研发和市场竞争力 对吧 这个9月份重回第一 那 下一步 华为是不是又要常年霸榜 中国国产手机的冠军宝座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点个订阅 下集再来